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突然阴阳怪气起来 不要印象深刻的是 强吻 挺刺激的 我这样这么说 是吧 我不大想 你还养过聪明呢 我觉得比心是这个意思 是为了更快地见到你 最甜 他们俩都太甜了 太甜了 他那个时候为了追我回来 就是追起火葬场那种 你为什么突然阴阳怪气起来 挺好 然后呢他就来送东西啊什么的 然后我言辞拒绝他 然后结果我就 啊好帅啊 然后就在墙上打滚 我觉得那个就还满天的 那我就可能你遇到喜欢的人 不管什么时候都还是会 感觉很心动 你动不动就吻 我也不知道现在还留下几场 还留很多吗 不要印象深刻的是 强吻 昨天是强吻 其实高山他会比较热烈吧 可能遇到很多事情 他会比较着急 他就会用强吻 但这招男性同胞不要摸 慎勇 慎勇 对 我觉得他是 我 因为他每次都散发一种 想要我捉弄他的气场 对 我还想说是他的 我觉得变成可高冷 我也是很高冷的 是吗 他老是那种 记者就特别想让你把他那个 脆弱的伪装给撕破 撕破 对 基本就靠颜值吧 高山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多的技巧 都是硬疗 硬疗 不可借鉴 就不是 不可借鉴 容易进去 大家别谋法 容易进去 对 其实林沃本身也是对高山很有感觉的 所以他其实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范围之内的 OK 领带 领带 就是领带榜首 对 那个还是挺刺激的 我觉得 对本来我们现在就笑场 但后来我看到预告我还就确实是很 带感 对对对 就是在他不断笑场的干扰下 我还能演得这么带感也不容易 跟欧俊 欧俊 欧俊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可爱一点 别的角色其实都挺聪明的 就 怎么说 杜耀聪明 杜耀不聪明 英国美生会指使数学医学双学词 我觉得蓝千亿吧 因为他是最聪明的 你还讲过聪明的 你都没有follow我 我那个细播的非常 我觉得最 最 最 跟我最像的 最情感上跟我比较像 我觉得算是我演过比较过瘾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会浮黑啊 或者说一些 比较过激的一些情况 我心想比较极致 对比较极致 对 但我还希望 只要再跟乔老师合作 对主要是再跟乔老师再合作一下 最究竟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最最虐的 我觉得还挺快乐的 很开心 只是挺吗 非常快乐 一直遇到以后我就觉得索然无畏 所以你呢 当时拍摄的时候经历了疫情 然后整个剧组大概 停工了一个月左右 所以说还算是经历了 比较重大的事件 对 债友情 对 差不多 你想当哪个 你是最傻娇的呀 那你就是小可爱吗 那么这个一米七的小可爱 那就这样好啊 他还给我占卜过 是吧 他说他算得准 然后他还发现准 准 愿望都没实现 占卜这东西 不给钱就是不专的 我说的 真的 不给钱只是消耗你而已 没关系 这么个意思吧 还有两个电瓶车 没电脑 坐坐坐电瓶车 到面前 骑回救命 你知道为什么要买那个电瓶车 大多心爱的小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是为了更快的健康 所以这个钱 我觉得笔心是这个意思啊 这是不停跳动的心 哦 乔老师是演技担当 我演技担当 那我就演技担当了好不好 愉快的达成的共识 对不起 好就是好 没毛病了 等来看一下我们的小风暴 是时间的玫瑰 嗯